凌智玲愿用很多日子换回一天 妈妈还记得我 近日凌智玲在蔡康永主持的中国谈话节目 众生中接受了采访 当被问及人生中最想回到的一天时 她善然泪下地表示 我曾经想过 我愿意用很多的日子去换来一天 我妈妈还记得我 她还健康的 只要有一天我可以好好的陪伴她 就一天节目中蔡康永追问林志玲 她在2019年决定结婚的 决定是否与妈妈的病情有关 林志玲坦言这两者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当她提到妈妈在婚礼后病情迅速恶化 最终不再认识他们是直接不认得我们了 我觉得她撑到我嫁掉林志玲坦承她面对生活中 但很多事情都能协会接受沉淀吸收和咀嚼 但唯独对于妈妈生病这件事 她至今仍然无法完全接受 现在每当她坐在妈妈身边时都会默默的流泪 她感叹道 我觉得这么近 可是怎么距离这么遥远呢 在这次访问中 林志玲首次透露了自己向丈夫 Kira求婚的事情 她表示Kira非常勇敢 因为并不是每个男生都敢追求她 但Kira将她视为一个普通女孩 并开始了追求 我已经很久没有被人追求的感觉了 心里还是会小鹿乱撞 林志玲当时觉得两人在八年后再次走到一起 一定是一种特别的缘分 她认为也许老天真的希望他们在一起 因此无论是对于爱情还是之后共同建立家庭 她都认真地与对方进行了深入的沟通 她强调 我要的是嫁给爱情而不是因为你肯成功 林志玲的真情流露让观众们深感触动 她坦然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困难 展现出坚强而又执着的一面 林志玲的心愿是能够回到妈妈还记得她的那一天 她愿意用很多的日子来换取这样的机会 好好陪伴她的母亲 这种深深的思念和对亲情的珍视 让人们看到了她作为女儿的真情实感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